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依靠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双边机制,打造互利共赢的经济平台,而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倡至今,以帮助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在内的130余个国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就业率,实现金融经济的连年攀升,眼见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收获颇多,国际地位也水涨船高,美国可谓是极度的红了眼。 欢迎加入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感谢大家订阅,印欧经济走廊于世。 为了与一带一路战略相抗衡,美国带头建设起了自己的经济走廊,2023年9月,包括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在内的20余国在新德里峰会上宣布,将将会共同建设一条印度中东欧洲的经济走廊。 此项目将计划建设一条巨型的铁路干线,此铁路干线途经多个国家,使沿线受益。 与此同时,也要搭建一条航运走廊,在经济贸易上将印度、中东和欧洲联系起来,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提高沿线国家的贸易能力。 提升区位优势。 首先,在规划设想中,印欧经济走廊的起点设置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港,此地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且作为印度最大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大,交通也极为便利。 从孟买港出海的船只,通过阿拉伯海进入西北海岸处的阿曼湾,之后在阿联酋的迪拜港进行停靠,由海陆转为陆路后,沿线经过沙特、约旦、以色列等国,然后再转为海陆经以色列的海法港,将商品货物通过地中海运往欧洲。 从谋划上来看,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将会给印度带来颇天的富贵。 而印度也借此大肆宣传,联合西方媒体将此计划称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 印度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将自己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仅要侵占中国在相关市场的份额,更要将中国从世界产业链的主导地位上拉下马,取而代之。 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印度所愿呢? 可以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二十余国的设想是非常不错的,但事实却并不像想象的那般容易。 要成为世界工厂绝非一事,这不仅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还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印度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要想完全取代中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基础深厚,产业链完备,这是几十年发展积累的成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模仿和取代的。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许多高端制造业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其次,中国的市场潜力巨大,消费能力不断提升,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需求不断升级,这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印度在市场开拓和消费能力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还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优惠。 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这种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因此,尽管印度想要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值得尊重,但要想取代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需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积极采取措施,提升自己的制造业实力和竞争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和投入,才有可能实现成为世界工厂的梦想。 印欧经济走廊刚刚签订不久,世界局势便发生了些许动荡,受到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的威胁。 距离军事地区较近的阿联酋迪拜港和以色列海法港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美国也参与进攻胡塞武装的战争后,局势有着愈演愈烈的劲头。 经济走廊的建设也被迫陷入了停滞状态。 通过彭博社的报道,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印欧经济走廊已经因为战争的打响而陷入了泥潭,外媒也将其状态称之为无限期搁置,或许,真的只有当中东地区趋于稳定,巴以冲突和平解决,印欧经济走廊的战略才会被重新提起吧。 暂且不谈经济走廊的延期给印度带来如何影响,莫迪会如何伤心落泪,就拿印欧经济走廊当今主要面临的难题而言,其困境主要有两点。 其一,当战争的烽火刚刚燃起。 胡塞武装便以立场坚定,歧视鲜明,如今,以色列港以如林大敌,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在这片海域上,任何贸然进出口的货船都有可能被视为可打击的目标,犹如惊弓之鸟,稍有动静便可能引来致命一击。 这无疑为那些意图通过以色列海法港将货物运往地中海地区的国家,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令人望而生畏。 其二,由于印欧经济走廊计划背后有美国的身影,中东地区的民众对其可谓心知肚明,美国在此地区的恶劣名声。 早已传遍了每一个角落,而美国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敌对明显。 这样一来,即使货物商品可以顺利登陆,但难保不会引起与美国敌对武装的觊觎,就中东地区如今的混乱程度而言,货物被抢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中国布局,其实,美国和印度不想看着中国一家独大,希望建立一条经济带与中国进行对抗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他们忽略了自身与中国的差距,在基建方面,印美两国与中国差得不止一星半点,再加上美国对于中东局势的错误判断。 忽略了中东地区爆发战争危机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自己的经济战略进入了无限延期的状态。 拿中国的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来做比较,此经济走廊的起点,设置在我国的东北地区,途经哈萨克斯坦等国,通过离海运送货物抵达阿塞拜疆, 然后再由海陆转为陆路,穿过哥鲁吉亚、土耳其等国,最后抵达欧洲。 相较于美国选定的中东地区,中国的经济走廊途径高加索地区,此区域的沿线国家不但国内局势较为稳定,而且大多与中国较好。 对于经济走廊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区位优势。 当印欧经济走廊由于八亿冲突而无限延期时,中国所主导的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却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仍旧以迅猛之资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从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远见着实和深思熟虑。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中欧地区的经济交流主要依赖俄罗斯北部的亚欧大陆桥,这条经济线路因为俄罗斯强大的后盾而运行得相当稳定。 然而,中国并未因此而满足。 而是前瞻性地开始了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建设,这一决策不仅是为了实现运输线路的多元化,保障商品经济的顺畅沟通,更是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事实证明,中国的未雨绸缪策略是明智的。 2022年2月24日,俄欧冲突爆发,亚欧大陆桥受到了直接影响,许多人担忧,这会导致亚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受到严重阻碍。 然而,中国却凭借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这一备选方案,展现了其应对国际风云变换的能力和决心。 这一举措,不仅收获了亚洲相关国家的一致好评,还未提高了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中的领先地位。 适逢红海危机爆发,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的货运量连连攀升,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条连接亚欧大陆贸易的主要航线。 不过,我们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前的红利,据案思维永远是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中所要具备的重要思想。 尽管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借着世界局势的东风迅速展露头角,但相较于传统的贸易线路。 它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从运输承载能力的角度来看,由于建设时间相对较短,其承载能力尚未达到预期水平,而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此线路也并未展现出明显的优势。 尽管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目前可以被视为一个优质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局势的多变性,为了在拨绝云轨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应当争分夺秒,努力推动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的发展,使其早日成为一条完善的亚欧连接线。 相信嘉义师,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亦会成为一条无可替代的经济运输线路,让中国线路四通八达的同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牢固的基础。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